我们要澄清的 一身西装表情黏速灭对记者喊话 却始终沉默已对 前桃园市长郑文灿因谈无社会案 这个月已经是二度进出法院 那五百万是怎么来的 历经四个小时的二度深压庭 虽然法官最终还是维持原裁定 交保后船 但对比第一次开庭郑文灿的笑容 明显消失不见脸色 铁青快步上车 而这回郑文灿可说是有备而来 为了凭法律大战还多请一位 前桃园地院法官陈永来作为委任律师 有信心出在清白吗 后面带出被押 检方警咬郑文灿在2017年担任桃园市长 期间疑似收费五百万元 约谈后生押弹法官裁定交保 发会更财后 何怡婷再提出三大理由 认为郑文灿以及卸任一年半 加上除了阳性劳翁交保之外 其他被告已经被收押 难以认定又串购灭阵之余 最后考量他的政商地位 准与一千两百万元交保代替积押 根据了解郑文灿在法庭上 依旧否认犯刑 表示五百万元是选举资金 而非收费款项 程审法官方凯峰认为 此案有积押理由 但无积押必要 因此提高保释金到一千两百万 并限制住居以及出京出海 裁定结果出来后 律师不到半小时就火速提着 增加的七百万元现金 替郑文灿办报 对于刚才结果 承办检察官似乎还是不满意 再度当庭抗告 接下来是否会再发毁跟裁 引发五线轮回的死法大战 外界全都等着看 进行胡克想网友白照片采访报道